哈喽我是雅恩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民國買的那個藥妝的部分 那這一次也是一樣 很多東西我都是有買大概兩份 那這個是牙尖刷的部分 那因為我去年有一次就 也是很剛好的是在出國前 有發現有蛀牙的部分 那我就是後來去看了醫生 他是建議我要用牙尖刷 然後剛好我媽不知道什麼時候 有買過這一個牌子 然後我用了之後覺得還蠻好用的 所以這一次去我特別去買這樣子 那這個刷頭算是很細 所以可以真的進到牙縫的中間這樣子 那算是很好用這樣子 但是感覺耗損其實也蠻快的 所以這一次我就想說我買兩包這樣子 然後這一次也是一樣買那個肌眼的化妝水 那這一次可能剛好我去的那個松本清算比較小間還是怎樣 我沒有看到我去年買的那一種紅色的那一種 那所以這一次我就買了這種藍色的好像主要是美白的樣子 那我發現那個開架的部分好像比較沒有眼霜 所以我看來看去後來還是選了那個QLED的這個牌子這樣子 那這一次我發現我去藥妝店他們都有些產品可能比較高價還是比較怎樣 他會把它用那個線把它穿在一起 所以就變成你要買的時候你還要特別去跟去櫃台跟他說你要哪一個東西 然後他再幫你把它拿出來這樣子 又或者他架上只是一個空盒子 你要把空盒子拿過去櫃台然後他再拿給你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我在另一個藥妝店一個A開頭的吧 我不太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我這一次在明古屋好像還看到不少這間店 然後他這個是那個NB的那個附的產品 那這個是他的精華這樣子 然後這個應該算是我買的東西算比較高價一點的吧 好像NB的東西都沒有太便宜 然後因為他又是精華的關係 所以應該是說我買東西沒有特別指定哪個牌子 我沒有到敏感肌 然後所以就有點看到什麼就隨便用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這一次買回來想要用用看的那個牌子產品這樣子 然後這個DHC的那個洗顔罩 那我之前好像有買過那個 呃右邊的這一款吧 那用起來也還不錯 而且他可以很還蠻耐久的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 反正這兩個 我有點分不出來 一個是純染罩 然後另外一個不知道是叫什麼 總之他基底好像都是跟那個感染有有關的吧 然後就是 呃想說 那個洗臉的也是每天都會用到的東西 所以就 也買了兩份這樣 然後這也是在DHC買的 那這個也是精華的部分 然後這個是那個凝膠的部分 就是也可以拿來 呃 我有時候都拿來當那個乳霜在用這樣子 就是都比較清爽的質地這樣子 那這兩個也是有一點我隨便抓的 因為呃我也沒有固定用哪一個 呃系列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那個美容液的部分 我知道這個牌子最近台灣有在廣告說 他的那個酵素洗顏什麼的 確定他這一款有沒有進來台灣啊 但是總之他就是美容液的部分 然後我是把他想要把他當成說 因為我精華其實也只有買一瓶 那 呃之後可能就用美容液來代替這樣子 然後這兩款這個 我去年去買鹽藥水的時候 我就是買這個Q3系列 因為我發現好像大部分其他的 呃品牌還是什麼都會出涼感的 但是我比較不喜歡那種 點起來是涼涼的這樣 比較沒有放那個薄荷還是 不知道就是沒有涼感的那一種 那所以這一次 然後這個牌子是 欸好像最近才出的一個牌子吧 在日本我看他還蠻多放在架上的這樣子 所以這一次就買了這個 那這一 這一些就是我這一次去名古賣的那個 藥妝的東西 那其實品項沒有很多吧 然後就也是比較屬於自己習慣用的 一些項目這樣子 好那就這樣子囉 掰掰